四爷和若曦离婚了!惊传中国第一狗仔卓伟爆出刘诗诗出轨外语还怀上孩子,给吴奇隆戴绿帽。 中国娱乐圈外语事件频频,自称中国第一狗仔的卓伟每次都百发百中。包括文章与姚迪出轨的照片,谢霆锋和王菲相隔11年复合等娱乐大事件,就连当年吴奇隆的前妻玛雅书出轨,也是由他所拍,当时消息曝光,震惊两岸娱乐圈。 台湾男星吴奇隆和老婆刘诗诗惊传婚变,指他已离婚,且老婆还外语出轨,震惊娱乐圈,中国第一狗仔卓伟气炸回应只被人冒名爆料,引起网民热议。 而吴奇隆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就此时做出回应,证实吴奇隆和刘诗诗感情稳定,我耻莫名传闻,否认二人离婚。 夫妻俩今早更齐其现身上海机场,刘诗诗素颜上阵,吴奇隆就负责推行李,以行动力正情不便。 吴奇隆2011年和合作步步精心的女主角刘诗诗交往,两人于2015年完婚,没想到才三年时间,中国网络就惊传两人婚变的消息。 左微博上爆出一则卓伟爆料,刘诗诗承认婚内出轨,和吴奇隆以协议离婚,的消息,在网络上掀起热议。 据凤凤凤凰网娱乐报道,卓伟被知名博主求证此事,立刻跳出来驳斥,事情根本子虚乌有,大骂假的,又打住我的旗号瞎边,才让风波平息。